好的,各位同学好,这是楊瑞忠 所以我们继续来谈Linear Regression的Testing 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一些Linear Regression了 所以我们的Model是如果我们的Y可以写成XBeta加上Epsilon 如果我们的X是FullRank 那么我们的BetaHead就算得出来 如果我们愿意加上一些假设 我们说我们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把Linear Regression更进一步的简况 我们说X是飞随机的 就不用去烦恼一些什么Conditional Distribution之类的东西 然后我们说我们的Epsilon的期望值是0 Epsilon的Variant Covariance Matrix是Sigma2i的话 我们就有BetaHead是MBIOS estimator BetaHead Variant Covariance Matrix 对不对我们应该写var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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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aHead BetaHead 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是Sigma2i乘上X transpose X inverse 是Sigma2i乘上X transpose X inverse BetaHead 也会是MVM 也会是MVM 它期望值是Beta 它的Variant是Sigma2i乘上X transpose X inverse 好的 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想要做假设检定 我们今天先谈一些简单的假设检定 假设检定 假设我们有某一个虚无假设 这个虚无假设可以写成 比如说C乘以Beta等于Sigma 看起来很抽象 我们的Beta是一个向量 Beta1Beta2一直到BetaK 我们的C可能也是一个向量 C1C2一直到CK 我们把它Transpose之后 两个相乘 C transpose乘上Beta4 C1乘以Beta1 加上C2乘以Beta2 一直加到CK乘以BetaK 然后我说这个东西要等于某一个干嘛 我会说 诶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看起来好抽象 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讨论的东西都很简单 比如说 如果我们的C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C1等于0 C2等于1 C3等于0 C4等于0 其他都等于0 我这边写的很抽 中间写一个 我们的C是这样 C1等于0 C2等于1 C3等于0 C4等于0 C3等于0 C4等于0 只有C2等于0 加到1 C1乘以Beta1 加C2乘以Beta2 加C3乘以Beta3 这样加起来 其实就等于1 乘以Beta2 也就是Beta2 然后 如果我要去检 我要检验的是 Beta2是等于某一个数字 Gamma 比如说 比如说我要检查的就是Beta2是等于0 我讲到这里 同学们可能会觉得说 啊 早说嘛 我们就是要检 我们就是要检定一个这么简单的东西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写成一个 CBeta等于Gamma一个这么复杂的样子 因为我们在这里把它写得很一般 我们就可以考虑比这个更复杂的情形了 不过总而言之 我们怎么做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BetaHand的分配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把 等把左边右边的减掉期望值都乘以 嗯 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看 只有有什么 我们的 C Transpose乘上BetaHand 也会是Normal Distribution 它的期望值是 CTranspose乘上Beta 它的Variant Coverage Metric是 C 因为CM2是一个长途 你可以把它搬出来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改写成 C C Transpose X Inverse C 好了 然后 Under 在虚物假设之下 CTranspose Beta 应该要等于 Gamma 所以呢 一切就很容易啦 我们去CTranspose Beta 减掉 Gamma 除以 更好 CM2 CTranspose XTranspose XTranspose Inverse C 这个东西 应该是 Normal 01 对吧 然后 我们去问的问题就是 我把这个检定统计量计算出来 请问它有没有落在正负1.96之间 如果这个检定统计量落在正负1.96之间 我们就说在5%的信心水准之下 我们不拒绝虚无假设 如果它落在1.96外面或者负1.96的左边的话 我们就说在5%的信心水准之下 我们就拒绝虚无假设 对不对 如果你还记得我们怎么做 这样是检定的话 一切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的美好 一个小小的问题是 我们怎么知道SIGMA2是什么 你不知道吗 在真实世界里面 我们看得到就是一堆Y跟一堆X 对不对 你看到Y你看到X 你好不好 我们辛辛苦苦把负1算出来 你要检定吧 你怎么可能知道SIGMA2是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怎么估计SIGMA2 我们是我们用S2来估计 S2是N-K分之1的Epsilon hat Epsilon hat是什么 Epsilon hat是我们的recedure 是Y-X-Beta hat 然后我们之前跟大家谈过了 为什么要 我们把recedure的平方加起来 不是除以N而是除以N-K 我们今天谈过除以N-K 它的期望值才会是SIGMA2 所以一个最最最直接的想法就是 我们把SIGMA2用它的估计式来代替 所以我们现在考虑的是 如果我们这边不知道 我把这个东西搬过来好了 我想把两个东西写在一起 如果我知道我的SIGMA2的话 那么我可以 不好意思我画到了 那么我可以拿我的SIGMA2 剪掉Gamma 然后除以我的Standard arrow 我就知道这个东西是N-01 可是我怎么知道SIGMA2是什么 我能够做到最好的事情就是 分子不变 分目我不知道SIGMA2是什么 我用我的S2来代替它 S2是它的一个不变的估计式 那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们用S2代替SIGMA2了 这个东西就不是Normal Distribution了 它是Students TE Distribution 自由度是N-K 所以当我们要做这样子的假设检定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或者查T检定的表 或者我们用R或者Python 帮我们把Critical Value算出来 再说一遍哦 这是我们怎么 我们为什么要知道Bed&Hands是什么分配 因为我们想要做Inference 更进一步是我们想要做假设检定 通常我们要做的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虚无假设 C全部都成为Beta等名Gamma 看起来很抽象 但大部分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推导出 如果我们知道SIGMA2的话 它的分配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不知道S2代替的话 它的分配是C和T Distribution 我们可以非常非常快的做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可以用Simple Linear Regression就好了 我们的Y是90,65,30,60,60,80,45,45,80,35,50,45 我们的X是24,35,64,20,33,27,42,41,22,50,36,31 我们先把字条读进去 然后我们拿Y对X做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好,这是我们的RReport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跟大家谈过了 XMate是我们的估计,我们的BetaHand 我们计算出它的Standard Arrow 我们怎么做假设检定呢? 我们已经前面谈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Variance 我们用X2代替S2代替S2 所以我们的检定统计量是 C等T Distribution 然后我们有12个观察值 然后我们有估计两个参数 所以它的自由度是 N-K12-2等于10 所以我们计算出 我们如果要检定的虚无价设是 X的系数是不是0 我们把这个系数挑出来 减掉0出于它的Standard Arrow 计算出来的数字是-4.391 我们把它拿去计算 那如果它的分配是 Student T Distribution 然后Degree Freedom是10的话 它的P-Value是0.00135 因为0.00135 小于5% 所以我们就说 在5%的信息水准之下 我们拒绝了虚无价设